在捷克,有一所能镇遂你二大爷的女子监狱 这里的女球全是美女 长得丑怜进来的资格都没有 但她们过的却是没有尊严的绝望生活 白天她们要在监狱里制造毒品 为了避免有人偷藏 女球们被迫一丝不挂的工作 典狱长还会每天挑选漂亮女球 送去伺候高官 女球如果不听话 典狱长养的狮子就能饱餐一顿了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 则是这些漂亮女孩进监狱的原因 这个叫小美的姑娘正在火车上睡觉 这时她的包被人打开 一袋毒品被悄悄放了进去 火车到战后 一无所知的小美拿起包下了车 可想而知 等待她的是缉毒警察 这是明晃晃的栽赃嫁伙 但小美却白口莫辩 姐姐安娜只能眼睁睁看着妹妹被带走 法庭上 法官不听小美的辩解 直接判了她十年刑期 就这样小美被送进了这所地狱般的女子监狱 新来的女球们站成一排 等待典狱长的巡视 长相身材样样出众的小美 被选入用来巴结高官的行列 很快被送进了牢房 到了这里她才知道 跟她一样被冤入狱的女孩有很多 这个叫露西的女孩就是其中一个 另一边 安娜为了救妹妹 找到了美国驻杰克大使摩根 摩根却表示爱莫能住 回去的路上 两个男人将她堵在楼梯口 他们正是陷害小美的两个混蛋 想估计重施 把安娜也弄进监狱换报酬 美女在回家路上被两个男人堵住 两人明显不怀好意 安娜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危急关头 接连两声枪响 两个恶徒瞬间毙命 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拉着安娜回了家 男人叫迈克 是一名警察 她之所以出手相助 是因为她的姐姐和小美一样 莫名其妙被送进了同一监狱 可惜姐姐没等到迈克去救 就被折磨死了 为了报仇 迈克不停地调查 发现女球们会被拍下小电影 用来威胁他们去伺候高官 迈克理解安娜想救妹妹的心 希望两人可以联手 为了救小美 安娜爽快答应 此时小美的状况很不好 她跟露西正在洗澡时 副狱长突然出现 栽赃两人藏毒 不由分说把她俩关进了小黑屋 露西进来的时间长 她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灾难 他们会被拍下不雅照 然后被逼着去伺候高官 果然第二天她俩就被换上漂亮礼服 带到一栋豪宅当中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赌局 参与者全是达官贵人 身边的美女拿着不同号码牌 他们全是监狱的女球 也是这场赌局的附赠礼品 参与者无论输赢 都可以选择一个女球随意摆梦 一个胖男人看中了小美 追着她出了大厅 在楼梯拐角处 身着长裙的点狱长突然出现 她满意地看了看小美 然后打发走胖男人 自己带着小美回了房间 女人被扔到床上 四肢绑上了铁链 旁边的恶魔正一样样 掏出折磨她的工具 谁也想不到 这个喜欢用刑剧折磨女人的变态 竟然是个法官 露西发出凄厉的惨叫 最终悲惨死去 小美趁着点狱长睡着溜出了房间 她似乎听见了露西的惨叫 一路找到了地下室 却只看见露西死状惨烈的尸体 法官突然出现 想和小美也玩些游戏 小美奋力挣扎 拼尽全力撞向法官 法官撞到了墙上的铁钉 一命呜呼 另一边 监狱里的女球们受够了折磨 决定放手一搏 一个女球以美色勾引玉井 然后趁其不备一棒子将她打晕 拿走了枪和钥匙 女球们拿起武器疯狂扫射 在愤怒的加持下 他们大获全胜 这时 一辆装甲车撞开监狱大门 是安娜和麦克前来支援了 这时点狱长却挟持了小美当人质 开始跟安娜谈判 一个女球却从背后偷袭 一发子弹送她上了西天 令人想不到的是 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摩根 也是点狱长的同伙 他知道在捷南逃 正想烧毁证据 却被安娜堵了个正着 助纣为虐的摩根被关在了后备箱 这是一辆废弃车 任由她自生自灭 魔鬼监狱的罪恶将被公之于众 无辜的女孩们也迎来了自由 0 0 0 1